2020总统大选选情紧绷时 陈嘉青以高雄市治安败坏为由 直接指挥刑事警察局长黄明昭赶赴高雄接管 他们捏造有聚众影响治安的事件 陈嘉青便以国家警政署长之尊亲自坐镇高雄 乍看是以治安为由 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部署高雄的警察部队 来掩护蔡英文在高雄的坐票 这次罢韩活动警政署长陈嘉青又前往高雄坐镇 指挥高雄市警察局长李永奎 高雄市刑事局内大队长刘伯生等陈嘉军 出动大批警察阻挡民众监票 他们都是陈局的人马 从以下这些画面 我们看到高雄警察已经成为罢韩团体的打手 他们和罢韩的人靠在一起 共同阻挡民众在合法范围内的观看或拍摄 罢韩投票当天 高雄警戒高层 嫌陈嘉青之命 恃不忌惮地动用警察 违法地驱赶民众 以防民众拍到罢韩团体坐票的行为 这些身为人民保姆的警察 为了升官发财 蒙蔽自己的良心 与诈骗坐票的执政者沆瀣一气 这些行为泯灭人性 不可原谅 这位女士被罢韩民众检举 说她有在监看 于是就有民进党的明代 带着多位警察 追着这位女士到她家附近 这位明代竟然如警察执法 公然警告民众 说她监看是违法的 这位带着警察前来追赶民众的绿营名代 是在高雄市有违法收受政治现金钱科的议员 林志宏 一位议员能指挥警察不当地使用权力吗 而警察又为何失去立场 不分青红皂白 尾随林志宏一起去驱赶民众呢 看清楚是在30公尺内喧哗 干扰投票才有违法 30公尺外无明文规定 而民进党罢韩团体 刻意把所有在远处观看的民众 通通都指为违法 再去指挥警察前来赶人 他们究竟是在害怕什么 是要掩盖什么呢 美国有一家报社 听闻台湾选举坐票猖獗 特地派记者前往高雄采访 在录影过程中 屡召警察来干涉 即使已经出示了证明 警察却还是不断地来阻止 且层级越来越高 这里也有一位派出所的所长出动了 这位所长在现场不断地打电话 向他的上级请示 因为他遇到的是媒体记者 而这位记者也并没有违法 然而一切事情不是照法规来走的吗 为什么要不断地请示上级 是有特殊的高层在坐镇指挥吗 记者问警察 我们何处有违反法令的规定 摄影机已经是架在30公尺之外了 警察也检查过了 在合法的情形下 为什么还要阻止我们录影 前来阻挡记者的警察 有将近10位 甚至还有罢韩人士 冒充便衣刑警 在现场与警察窃窃私语 这些不寻常的现象 充分显示着高雄警戒 与罢韩人士是挂钩在一起的 在记者第六次被驱赶的过程中 连绿的民众都跑过来对着记者咆哮 企图阻止记者的录影 记者问警察 我们不录都可以 但是请问你们为什么这么紧张 警察不知如何回答 花盲称是有民众检举 记者问他 你们警察执法是依民众的法 还是依国家的法 再来看这些民进党特定的媒体 甚至是罢韩的人 他们全都在投票所内 而现场还在投票 他们竟然可以拍每一位去投票的人 同样是媒体 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在30公尺内 甚至是在投票场所内拍摄 而这位美国华文报社记者 在投票所30公尺外 却6度遭到驱赶 民进党人如今的嚣张跋扈 以致法律是由他们来界定 法律是可由他们随时来更改 这无非就是执法者 都是他们自己人 从投票所出现种种异常的现象 让人意识到 这次罢韩的背后 是经过缜密的设计 且必须借警察之力 来对付监票的民众 以防他们拍到罢韩团体 重复投票与贯票的违法行为 警政署长特地提前南下 坐镇督军 警政署有80个人 每天志愿到市警察局 目前我们警察局所有的警力 大概将近7成人警力 区区一个地方罢免投票 需要这么大阵仗的 动用上万名警察 不属于各投票所吗 目的是什么 难道不是成局时代 有太多的惊天弊案 怕被韩市府劫发吗 警政署长陈嘉青南下高雄 督军6月6号 罢韩投票维护治安 陈嘉青当初靠着前市长陈菊 从高市警察局长破格 升任警政署长 一直以来被视为局系人马 但接下来这段话怪怪的 也有封文 以前黑道的分子 将在拖开票所 监票 我这边是还没有接到什么信息的 高雄在地的警局都说没有接到什么信息 这个在台北的警政署长 却能自己捏造封文有黑道 这无非就是要将监票的民众打成黑道 你借着有黑道之说 实际上是要去坐镇高雄 监督警察彻底驱赶监票的民众 协助罢韩做票 陈嘉青 你可以当陈菊的奴仆 但是你这种没有职业操守的人 不配当中华民国的警政署署长 中文区到后来造谣的中心 其实变成就是一个警政署署长 才会是一个造谣的中心 早在2004年 陈水扁要准备做票之前 那时候民进党上下也是刻意放话 说有人会输不起 所以会有暴动 民进党每次捏造这样的假新闻 实际上所显露出的就是 我们要做票 为什么这些罢韩民众这么紧张 怕人拍摄 而罢韩的那93万票 是怎么投出来的 这次高雄投票 总共开出96万票左右 有1823个投票所 以投票所的数量与人数来换算 一个小时需要有66个人 进入投票所完成投票 而这66个人还必须在一分钟内 完成量体温 核对身份 盖章 领票 进票柜 圈票 再投入票箱 这样的情况下 8小时必须是没有间断 人潮要全部排得满满的 才能够完成 可能吗 当天投票 有这样多的人潮吗 就算是在人多的地方 还是没有到66个人平均一个小时 也是后来开始下雨了 就人就变得更少 更少了 对 所以他下雨差不多三个小时 那我不是说 下雨就不可能有93万票 我的意思是 就算那一天没有下雨 他还是没有办法到93万票 也就是说投票率没那么高了 以下就是投票当天的录影 这才是真实没有造假的民调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那93万霸函的票 许多是黑箱作业 灌票而来的 高雄新兴中学上午9点 那有多个投票所 却很少人去投票 高雄女中上午9点多 那有多个投票所 很少人去投票 前京国民小学上午9点10分 那有多个投票所 很少人去投票 博爱国民小学上午9点20分 那有多个投票所 很少人去投票 三明市立图书馆上午9点25分 那有多个投票所 很少人去投票 大荣高级中学上午10点20分 少人投票 古山七贤国中上午10点25分 少人去投票 投票所内外空空的 极少人投票 九如国小上午10点35分 少人去投票 新兴国小上午11点8分 少人去投票 爱群国小上午11点20分 少人去投票 复兴国小上午11点40分 少人去投票 还有以下许多抽样拍到的 录影画面 所显示的都是投票的人数稀少 这样的光景 所呈现出的投票率 连两成都不到 罢韩不会过关 很显然民进党实随之位 每到选举就习惯性地搞台面下的手脚 做票 而到了下午开始下雷雨之后 有些投票所就更没有人去投票 从这些民众录影的资料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 六月六日去投票的人很少 根本不可能出现九十几万人的数字 这情形又与总统大选一样 少人投票 开出的票数却多 那么这些大量的选票 是怎么灌进去的呢 我们现在来追踪 看这位黑衣男 在投票当天 做了什么样的事 他先是提了一个指代 进去复兴国小投票 投完票之后 搭乘车牌463F7的黄色计程车 去到六合基督教长老教会 接着他又提着指代进去投票 在长老教会投完票出来之后 他拿出手机 将投票场所拍摄下来 传送出去 这是什么意思 拍投票所是要证明 他有进去投票 他将照片传出去 另一头的人收到 他已经投票的讯息之后 就会立即拨款给他 那么他就会再去 下一个投票所继续投票 之后他又再乘坐 同一辆463F7的计程车 到另一个投票地点 在到达了下一个投票所前 他先进去附近的便利商店 到ATM查看他的账户 看钱入账了没 之后他又发讯息出去 确认收到 接下来他又要去下一间投票所投票 但就在去的途中 他发现有人注意他了 于是加快脚步 跑入他要去的投票所 军疫症情理社区活动中心 问题是他哪来那么多的投票通知呢 拿未造的投票通知 和不合的身份证 都可以进入投票所投票 这里面当然就要有选务的配合 是谁多发给这些人投票通知的呢 而在投票所内 与他们里应外合的选务人员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什么这样的选务问题 不断在台湾的选举中出现 大家看 这位选务人员 竟然偷了一叠投票通知 从投票所跑出来 他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偷 因为他们不是一般正常的选务人员 他们都是受过训练 附有任务而来的坐票贼 另外也有民众发现 有游览车载着一群人 一站一站地去投票 否则当天罢韩的人数会少得可怜 另外再来看这位 刚从投票出口走出来的老先生 他离开投票所走了几步 装模作样的又再跑回去 从包包内拿出一张投票通知 问警察投票所在哪 警察指前方 于是他又再去投票 这就是这次罢韩团体所用的伎俩 重复投票 接着我们再来看 罢韩团体在投票当天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票 6月6日投票当天 投票所出现非常多 这样尖杯大包 手拿提袋的年轻人 毫无疑问 他们都是民进党雇来 重复投票与灌票的走路工 他们与许多投票所的选务人员 里应外合 不但检查证件放水 还可任他们吸提袋进入 将大叠的选票灌入票箱 接着我们要来注意一件事 这个黑衣男在进入复兴国小时 手上是提着一个纸袋 当他在进入六合基督教长老教会投票时 手上又还是拿着一个纸袋 而当他投票出来之后 他纸袋里的黑色袋子突然打开 空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为什么要拿一个空的黑色袋子 进投票所呢 原来黑色袋子里是常有选票的 在他进入投票所之后 已经把票灌进票箱了 而问题就是这次投票 为什么有大批民众可以拎提袋 或皮包背包进入投票所投票 为何选务人员不制止 这就是里应外合共同完成做票 在这个投票所一堆警察在驱赶坐在远处 安静观看的合法民众 但是却心照不宣地放过了他身边 尖杯大包 手拿小包 前来灌票的人 在这个投票所也同样看到 尖杯大包 手拿黑提袋的年轻人 在这间庙里要进去投票的人中 也出现一位尖杯黑包 手提小包的人 他这样也可以进去投票 这不摆明着是要进去灌票的吗 这间投票所也发现 有一个尖杯大包 腰挂小包的年轻人 从投票所走出来 罢韩投票当天 各处投票所都大量出现 这样全副武装前去投票的人 又看到一个年轻人 在投票场所出现 他尖杯黑包 腰细一个袋子 手上还提着行李箱 他今天是要去灌多少张票 他们的大包内装有大量选票 可先分装在小的手提袋内 一个投票所投完 到下一个投票所投票的时候 再从大背包里拿出选票 装进手提袋内 台湾有选举以来 唯有这次罢韩投票 看到许多人可以带着 大包小包进场投票 这不是刻意给灌票的人开门吗 选举可以这样任由掌权的人乱来吗 很清楚中选会李静勇继总统大选之后 再一次操弄选务做票 那些罢韩人士握有大量的投票通知和选票 这些人将选票预藏在提袋内 与特定的选务人员里应外合 进入投票所灌票 罢韩团体早就已经准备好 做票要灌的选票 藏匿在他们的各个分部 但是却被民众拍到 这些箱子每个大约重20公斤 里面装满了选票 箱子上面还写着有要送往的地点 原来罢韩的人伙同不消警察 死活都要阻挡民众摄影 为的就是怕有民众拍到 重复投票与灌票 这两个区公所被人发现 在罢韩投票的前一晚 至深夜两三点还在工作 这是平日不会发生的情形 事实上他们就是为了第二天的 做票在准备 这次罢韩他们的做票手法 是以大批年轻人重复投票 和灌票为主 让人诧异的是 这次竟然可以动用大批警察 来帮他们护航 当然这些警察都是警戒 陈家军带领的 而这只幕后推动罢韩的黑手 毫无疑问也就是陈菊 因为他有太多肮脏的事 怕被人揭露 而高雄市长韩国瑜 就是他最顾忌的人 民进党现在在台湾 已经是呼风唤雨 要抄票立几个名目 搞几个假项目 钱就滚进来 要全力 只要出动没有良心的媒体 加上1450 造谣抹黑 再结合做票 全力就可以诈骗到手 现在的民进党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陈菊掌控的这些警察系统 在台湾已然成为纳粹的盖世态榜 他们拿人民赋予的权利来对付人民 让台湾沦为警察国家 而若像陈菊这样一个满手肮脏 浑身是岸的人当了监察院长 他更是补齐了民进党独裁的所有必要条件 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们的专制独裁 明朝的东厂西厂 在中国历史上恶名昭彰 清代雍正一朝也重用秘密警察 监控朝城百姓 走入21世纪的民主时代 在台湾竟然出现了独裁政权 掌控警察 打压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民 恐吓任何质疑他们作票的声音 操弄罢免除掉让他们最畏惧的人 陈菊在高雄任内 监院就有58案在审 在他执政的12年间 他的公务人员贪毒和卫造文书 总共有105件 有194人被起诉 中华民国的监察院院长 你进来是要犯案 但是如果照这样子的背景 我们非常担心会吃案 这样一个双手肮脏的人 如今还能大摇大摆的 要进入监察院当院长 台湾人真要忍受 任由他们拿国家的前途 来扩展自己的恶势力吗 所以呢 陈菊他为什么 说他要进行一些隐藏性的债务 或者是把债务隐藏起来 就是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够讲 你尤其我再说一次 你高杰去签的那个水上热源 请问他的钱有没有进来过 第二个那你签约的时候 你的权利金那是多少 这些我希望韩国瑜市长 能够把所有的文件 你公布出来 让我们大家看看 高雄市政府这13年来 究竟做了些什么事 陈菊的种种行为 在我们的国家 就是一颗极大的矮肿瘤 这颗肿瘤必须清除 国家才有健康的一天 而陈其迈为什么死活 都还要再回高雄选市长 他当然是贤命 要去湮灭所有陈菊时代 弊案的证据 当然他一定会选上 只要做票 日后民进党 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选举 会选输 问题是 我们还能再任他们 这般无耻的猖狂下去吗 当年菲律宾总统马可氏 买通中选会做票当选 之后修宪扩权 戒严十年 掏空博库 从此菲律宾人开始到国外打工 沦为飞庸 民进党执政后 台湾便开始走向 菲律宾马可市的这条路 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 民进党掏空台湾 让我们的后代沦为台劳吗 美国民众因为黑人被杀 造成全国性大游行 川普总统下令 要用民兵来镇压 但是多位军事将领 拒绝川普向民众开枪的军令 迫使川普收回错误的决定 甚至有位将军 号召全国军队捍卫宪法 捍卫正确的价值观和原则 也因此 美国的陆海空三军 一致捍卫宪法 全部对总统抗命 2019年3月 在高雄市议会 当时许昆元议长 曾在议会指证 高雄市警察局长李永奎 警长 先生 千万一记忆 警察不是对一个 特定的政党 警察是专家 高雄市民的 不是特定对一个市政党 对一个政党 现在韩市政要做市政党 我会让你更多 徐议长议政辞言 然而最后 却是在警察协助 罢韩团体坐票下 罢免了韩市长 我在《 Five and the 所留审则》 在十分之后 周杰银审判 上海老师 可 在露宫下 上海老师 上面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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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